家长有这三种行为,会让孩子越来越叛逆,难怪孩子不和你亲近。 一,不问是实真相的可质,有些家长只相信自己的眼睛,而不肯相信孩子所说的话,有时候孩子不小心把什么东西弄碎了,或者是和其他的小朋友打架了,一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孩子,直接就开始了自己的个人说不是打就是骂。 孩子说什么都不信,不分清红到白,孩子能不抵触叛逆吗? 所以说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做错了事情,即便是在生起眼线远柱,询问原因,如果实在是孩子的错误,再进行教育,而教育的手段未必是打骂孩子,还有很多个方法可以选择。 三,控制孩子的生活,一般来说,叫脱续孩子的天性,可是有些家长内心的控制欲特别强,叫到每天几点回家。 多长时间吃晚饭,吃饭之前洗没洗手,在桌子上说没说话,到到以后去哪个学校上学,以后的工作,都要牢牢的控制在手里,让孩子感觉自己不像是生活在一个家庭里,而是生活在一个监狱里。 每天不是为了自己而活,而是为了家长的标准而活,这样的孩子一般会出现两个极端,要么就是极度内向,十分听话没有主见,要么就是十分的叛逆,所以家长最好不要操纵孩子的生活,学会尊重孩子,孩子才会更亲近你。 家长有这三种行为,会让孩子越来越叛逆,难怪孩子不和你亲近,家长不要抱怨说自己的孩子和自己不亲近了,在抱怨之前先考虑一下自己的做法是否妥当,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否真的合适,发现孩子有不正常的表现,就要及时反思自己的行为,让不教父之过,别总是盯着孩子的错误。 祝愿我们的小天使都可以健康,快乐的长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